好 那个我们开始来讲 第 2019年的第19期的教主进化论 OK 讲什么呢 讲一个 路由环境的排措 技巧分析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呢大家可能关注过我的进化论或者关注我的课 我基本上讲的那都是一些 比较新的东西我的进化论的这个低调这个调吧 其实去年就定了的就是讲一些 比较新颖的可能大家都没有听过的没有见过的一些新的技术 比如去年我讲了各种各样的 Python的呀 自动化运维的呀 还有一些比较新的 反正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听说过的技术 这应该是我去年定的对我进化论定的调 但是呢今年我又想 改一下调料 今年年初呢我改了一个今天年初的第1期 以 讲一个环回口开头 第1期是讲的环回口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啊 然后呢我感觉 最近就这几天我突然觉得 我想 我觉得 我在路由 这个路由环境下面的一些排措的技巧我觉得 这么多年我也总结了一些比较有 趣的 知识 一些技巧 我也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说呢 这种调料呢就感觉就是比较 比较 普世大众的 就大家都可以听听的 我还我一口 还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如果说我觉得这一期做的还不错的话 可能我 近期还会给大家讲一讲防控制列表 因为防控制列表确实也是我的 其实说实在是讲安全 我其实不讲不怎么讲防控制列表的 我讲安全基本上默认认为大家是懂防控制列表的 所以说平时我不怎么讲防控制列表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种思路还可以的话 那么我下一次再给大家讲讲防控制列表 我眼中的 我手中的 那个防控制列表 OK 好 说说这个东西啊 今天呢我的有一个梗叫做 消风的太祖长拳 但是我发现好像这个梗几乎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好像很少有人知道 我简单说一下 为什么用那个 就觉得 因为我以前讲进化论的时候总是讲一些很新的东西 真的大家可能绝大部分都没有听说过 我前段时间说 我说你能进化论你能听过我讲了 你能够知道我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技术是什么 就算你牛逼 我去连我说个 我说你每一个都能知道 这个是干嘛的 你就算牛逼 那有时候意味着 意味着进化论以前总是觉得 讲一些你不知道的 对吧 你就觉得 不服气 是吧 那因为你就不知道吗 像我强龙十八掌那么牛逼 因为你不动啊 对吧 那你觉得 那这个我不服气 那我们今天就讲点 我所谓的消风的太祖长拳 有时候咱们讲点 最接地气的军体权 对吧 我们讲点最接地气的 就讲一些大家平时 都能够接触到的 而且 今天 是讲的一些 工具全是录务器类件 当然录务器也都是类件 录务器不能装弄一下 就是录务器 他iOS 类似的一些工具 当然有一个 nslookoff 可能是跟跟电脑有关系的 个人电脑有关系的 就是电脑类件的 你都不用装 什么都不用装 录务器也是类件的 这些东西 可能呢 你一看呢 哎 你就觉得这些东西 大部分你也应该都知道 比如说 想聘呢 你知道吗 那我相信你如果学网络的 我连品都不知道你就别的不应该进到我这个直播间里面来看啊 然后呢 nslookoff 还有telt telt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啊是吧 还有twistroot 相信大家都应该 懂的东西 但是呢 可能有一些小细节 你并不知道 而且呢 这些小细节在一些特定的场景里面用的时候 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一些小的知识点的分享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排错吧前面是工具 第二部分嘛就是排错 排错呢 其实有些人说能够系统的讲一讲排错 我不相信谁能够系统的讲一讲排错 排错的东西本身就是 我经常说 为什么有些人排错就是流逼一些 为什么排错就是差一些 因为 排错流逼的人因为他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见过了 什么是 正常的网络 他见过了什么是有问题的现象 他见多了 请注意啊 首先他必须得知道 网络通 正常应该是怎么通的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然后网络不通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报错 有些什么样的信息 他看的比较多 你见吗 他首先他看的东西比较多 他接触过比较多 他见过很多的错 然后呢 他看过这些现象 所以说他慢慢的就会有 高级的一些排错的技能存在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一些经典的现象 比如说 SMP的不可达 其实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其实经常会 会有这些 不可达出现 但是很多人根本都不看这个东西 我根本就不看这个报错 其实这个报错能够体现出来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都不看 我们要从这个细节入手 比如说 有几种 那么 如果出了这个错大概在体现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还有如果说你收到了TCP的reset包 那么他大概又在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首先呢我们要 我们要从这种现象出发 能够从这个现象能够了解 大概是 一些什么样的错误会出现在网络上面 这是一个东西 还有 单向抵达和路由查询 单向抵达这个问题也是 其实我简单说成单向抵达 有些人一旦听不通或者说一旦不通 就完全没有思路 而且 有些人认为 只要不通就是一定是 我到不到你那儿去 这是很多人 我相信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应该这么想 一旦不通就认为是 我 发的包你收不到 但是 这是一个严重严重严重的错误 因为 所谓的不通 是去和回 都有可能出错的 不一定是去错 完全有可能是回错 就是回来回来不了 OK 所以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 有些人总是 扭转不过来他这个弯就是他总是认为 不通就是我去不通 不一定 相当的不一定 有可能是回不通 对吧 那么就是单向抵达这个概念 怎么能够判断这是单向抵达 那么有些什么样的技巧存在 还有一个呢就是 还有一个 就是日志比如说我们用列表 列表有助于我们的排错 看看匹配项啊 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个log 甚至呢还有个叫log input 大家我可以一会来比较一下 什么情况下可能我们会用到这个 列表的起配 用到日志 用到log input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 穿越流量的debug 虽然说这东西 用的很少 但是有时候 真没辙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打开 能够被穿越流量进行监控 这都是一些小技巧 今天没有任何的 特殊工具 全部没有 全部是 你能够 耳熟能详 天天都摸得到的 环境 比如说以前我上课 讲那些什么SDN的课 那你说我都没有环境 我也没有授权 我也没有设备 今天你千万不要说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其实都是录录器 ASA当然并不重要 你还一台录录器也是一样的 当然我就是一个 讲安全老师的一个习惯 啥啥啥都喜欢搞ASA 这个不重要 你认为这个录录器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交映器呢其实也不重要 其实我今天还真想这中间就搞个普通的极限器 但我的EVE好像不行就必须得搞一个这个这个交映机 这就是一个 202.1 2023.0 这么一个 这个网络 有三台设备 它很少用 你基本上认为 这两个字直连 基本上就可以了 OK 好那么我的环境就这样啊 因为我们今天讲排错啊 所以说如果说你完全连静态路由是什么东西都搞不懂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是不太适合 听下去了 好我们来来讲一下 现在我的网络环境呢 路由呢 它肯定是通的 当然我要一会做出来不通了啊 现在肯定网络是通的 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个 我们拿R1来听一下10.1.1.1 这个网络通的R1 你先 因为我们是排错 所以说肯定开始是通了的 一会儿我会做出各种各样的 错误和现象 给大家来看看 OK 好 那这个环境大概是这样的啊 中间没有动态路由协议 全部是静态路由 比如说我简单给大家看看我这些路由吧 R1就是一条墨路由 R1就是一个墨路由 R 我尽量不用墨路由 这都是静态路由 10.0 是这个insight的一个环汇口 是insight的一个环汇口 都是静态路由 没有动态路由协议 其实动态路由协议省事儿得多 这是R3的都是静态路由 AAC呢 也是 往外指的静态 里边也是个静态 insight就是一个墨路由了 墨路由 墨路由对 好就这么一个环境现在呢 我们这个是可以 平得通的 好一会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来给大家来进行 一些 技巧上的介绍 OK 好了 那个我们继续 我们来讲第1部分 我们叫做 基本工具 一听这 这4个应该都是耳书能详的东西啊 一个pin 一个nslookup 一个tel 一个trade suit 好我们来聊聊pin pin大家肯定知道了 这个还不简单吗 对吧 那就是pin呗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pin吗 简单的一个pin OK 好 那么 我们来 来点简单的 现在是简单的 我们来看pin 比如说pin跟个语言 比如说呢 我们的 看一下我们的图 什么应该结构图 比如说我R2 你正常pin 比如说R2 pinR3正常pin 或者R2 我们R2 pin一下AAC吧 这个没有啥问题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 我想以这个 这个口为语言 22点100点112点2为元 来pin一下AAC 这样的话其实能够做一个确认 能够确认这个 因为我是拿22点100点112点2为元 那么我能够确认R3有没有12点0的路由 AAC有没有12点0的路由 12点0的路由对吧 这有时候你要确定一下 比如说我直接pin的通 那我拿深厚的网络来pin你 怎么能pin通呢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上来先拿点简单啊 比如说我pin 然后语言2.2.1 100点112.2 这个跟个元 这个我相信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是太简单了 简单 给大家捋一捋啊 可能前面大家都能知道 然后呢就是pin很多个 pin很多个 怎么停 大家应该知道吧 Ctrl-Shift-6 停很多人不会停 很多人不会停 Ctrl-Shift-6 停下来 好 这是一个 这也是比较简单的 好 然后呢 可能有些人觉得 我要 打DOS 我要大量大量的pin 有些人说就这么pin 这么 不会太大量的 OK这个量 很小 我估计这个量也就 1兆 1兆应该都没有 要不了1兆 当然我还可以来这个 来个这个Size OK但是你看你的 你的速度也下来了 是吗 OK 好 那我给你讲一个招 能够更加暴力一点 这就够暴力了 超时零 默认是1秒 有时候那他默认会 你看我 拼多少个 9000多个 几秒钟 看到了吗 这个算暴力吧 这个算暴力了 OK 那你想再暴力一点 稍微解释一下 就说有些人可能会在工程中想打点流量出来 但是又没有 我说没有加工具 我就拿路由器打 比如说我能不能够把流量打上去 这个算是一个思路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思路还不够 我教你一招 首先呢我来看一下我这个设备能不能自己 自己 你跳我自己 我的地址是他啊 我们跳二年二年一百年一十二年 你一直自己啊 我以为我密码没做啊 我叉入了耶和Secret 好 如果说你觉得刚才那个 那个暴力的程度还不够 那好 我们可以稍微再来一点暴力的 看看我们怎么玩 看一下啊 我自己跳自己 这个以前我有时候打暴力攻击的时候 就这么打 拿路由器直接打 我pin 二年二年一百年一点十 repeat 反正短时间玩不了的这么一个数量 啊 然后size再来一个比较大的吧 啊超时超时超时 这个算大吧 你觉得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Ctrl shift 6x退出来 你再自己跳自己 然后你再来一遍刚才那个东西 pin 二年二年一百年一点十 repeat这么多 size这么多 超时 0 请追啊 Ctrl shift 6x退出来 再自己跳自己 请追 这个时候 这里是挂了好几个绘画哦 你看还在弄吗 你看再看 show session 2号还在弄吗 对吧 来进3号 里面来 你再爽一个 pin 你看这个已经有点卡了 这个可能我的机器的性能已经 被我利用到 极限了 repeat很多个 很多个 size timeout 0 Ctrl shift 6x 你再玩我就不多玩了啊 就说你可以是 比如说 请追 你给一个repeat的很多 你可以一个size给的很多 超时给个零 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量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反复自己跳自己 反复自己跳自己 用ctrl shift 6x退出来 再进一个 退出来 再进一个 反复的这么做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你这个量 我觉得我是能够打到几十兆应该问题不大 打出几十兆 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OK 当然你这个绘画可能会多一些 当然可能会 由于这个流量越来越大 可能你的机器有点顶不住是有可能的 这是真的 可以见吗 但是你千万不要在你的console里面去敲这个 因为console一敲 你就被锁在这了 你出不去的 你不能在一个console里面玩 你就为什么 你一定要自己跳自己 自己跳自己 自己跳自己 可以理解我意思 这一点 是比较重要的 OK 直接 我这是console 我这是console访问的 OK 当然 你说直接开多少个会话 那也是 但我这是console 自己跳自己就可以了 OK 当然你说你用secretary打几个也行 这个不重要 就说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 超时零的概念 重复的概念 重复多少次的概念 还有size的概念 OK 好 这个我最好把它停了 你这个可以玩 已经 清掉了 OK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pin 可以打一个这个 DF位置位 比如说你可以 你可以去看看MTU OK 比如说可以 好你看 一般来说我们的MTU是 1500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肯定是拼得通的 但是如果说你大于这个值 就挂了 就挂了吧 对吧 有时候 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debug IPSMP 你看一下 你只要debug IPSMP 就立马能够告诉你 是 收到了一个 这个 需要分辨 但是DF被自卫的 这种东西 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探测一些 MTU的值 比如说 顺便大家了解一下MTU是在出方向查还是入方向查你知道吗 是出的时候查就是一个包 一个包是进这个接口的时候查还是出这个接口的时候查MTU 可以解释一下出场 MTU FA 1-0 MTU1000 你看 这就是 你看这就是你典型的MTU出的问题 OK 而且你看 而且你看 你是不是第1次见到这个叫M的 感受一下 看到吗 是不是第1次 点 你见过 感当号 你见过 M 是不是第1次见 U我相信你应该经常见 U一会他们会讲 U我们经常会讲那个U U是今天重点要讲的 OK 所以说那样经常看一下这个debug 而且你要感受一下这个点是什么概念 感当号是什么东西 M是什么东西 U是什么东西 都是信息 你一定要就是 有些人为什么 就是没有debug的感觉呢 就是 因为他总是不注意细节 总是不关心说 他可能根本就不关心 有U的 PIN 有M的PIN 和有点的PIN 他不认为这个东西有什么区别 你见吗 一会儿我们好好看 M不太重要 M确实 见到会比较少 但是U 是经常你会被见到的 那么一会再说 MTU 咱们先 不要那么多玩了 好 DF 被自卫 好 下面再玩点其他的有意思的 这个真是我考场有个学员在考场上玩的 你玩过崔式Root 没毛病 对吧 但崔式Root有个问题 崔式Root有个啥问题呢 如果当然我今天不这种细节 我就不会给人家说了 崔式Root有个问题 你只能够记录这个路径上的入接口的一个例子 是吧 你能够记录双向 你能记录你过的所有的设备的进出两个IP例子吗 崔式的绝对不行 在这边 你能记录这个路径上的进出两个IP例子吗 其实有个东西可以 实现 用扩展PIN 感觉一下效果 PIN IP 我们PIN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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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是ASA的外部接口例子 我们PIN PIN一个就够了 不用PIN那么多 大小不用管 超市不用管 扩展命令私钥管的 原地子不用管 然后TOS不用管 DF不用管 这个不用管 这个跑来了 我们来路径记录我们选R 这个最多就九条 如果说你不理解这是什么东西可以看看我 TCPIP的课程 我应该是应该是AESA不支持 我看我PIN什么的 23.3 我们用PIN23.3 AESA不支持这个东西我 拼了AESA不应该PIN 我看看啊 我们应该PIN一下 23.3就从这儿到23.3 其实中间过了一跳 但是有AESA的问题 AESA的问题 202.100.23. 23.3 一跳 看一下 但是这个如果说能够更远的话应该会更好一些 这是入口 这是出口 然后又入口 又出口 我再来一个我看看我再来一个PIN更远一点 因为我的AESA确实支持不了这东西叫路径记录的功能 我再来一个远点的再来一个 10.3 哪个10.34 1.3吧 不是叫0.3吧 1.3 这个也是 他当然我这只有一跳啊 你如果说你中间再来几个设备 入口 出口 然后又是入口又是出口 他应该能够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能够把这个路径上的所有的入口 入口出口 然后入口出口记住 当然设备稍微多一点 但是呢他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最多只能记9代比例子 9代比例子坏以后最多能够记4条左右 知道吗 再远走不了了 当时如果说你听我TCPIP的课 那我当时会说为什么要吹事录的这东西真的不好吗 首先 你可以感受到 很多设备不支持讲 还有一个他只能记4条 互联网这么多条 记4条不靠谱 OK 但是在有些环境下是相当的靠谱了 比如说我记得 有一次在考上有个学员 因为 因为 在考上的时候 我们考安全的时候 有一个区域是考官管的区域 我们一直不理解考官那个区域的网络状况是什么 我们一直都不理解我们一直在猜测考官那一串的网络因为他那个网络影响到我们这儿配置 我们一直不了解这个区域是怎么来的 后来有个学员现场去做了一个 路径记录全部把路径器留几条 每一条的IP子全部 给我掏出来了 掏出来之后这个就比较好弄 有些时候 路径记录能够起到理想不到的效果 OK 我对我不应该在R2上做 我就是说怎么会这么少 再来 再来 这就好了 我就是说我怎么在R2上做 R2能都一跳都没有 202.100.23.3 3 路径记录 这是我的出口 然后R2是搜 OK 然后从这个接口出 然后又入 出然后抵达目的地 你证证看看基本上就是 当然他出口会算 出口这个 出来的那个口会算 然后那边呢 他出来的口也会算 反正是进 就是出出然后进进全部给你记录来 就是过去的 过了哪条 回来又过了哪条 全部给你记录 但是再说一遍这东西有个 限制就是他只有你几九个 所以说呢 他的数量会比较有限 只能在一些小环境下面来操作他 可以解 好路径记录 有意思吧 好 咱们再来玩一个东西 比如说 我R1为什么能够聘通 R3呢 因为我有默认路由 是吗 我一张默认路由 所以说我聘通了 所以说我能聘通 23.3 没毛病吧 我能聘通23.3 因为我有默认路由对吧 是吧 那如果我没有默认路由能聘通吗 可能有些人说没有默认路由 没有路由怎么可能聘通 我没有路由了 我已经没有路由了 我绝对没有去往23.3的路由 但我就给你聘通一把 看好怎么聘通 没有路由直接 聘飞子联 看好啊 PIN IP 22100.23 23.3 这绝对飞子联吧 我就聘一个 别聘那么多 扩展命名 宽松原站和严格原站 我随便选一个都行 我叫宽松原站 好 你填一个吓一跳 我填一个2.2的100点 我的142.2 看一下啊 拼通了吧 OK OK解决一下 什么叫原站路由 就说 你不是填12.2吗 他会把这个包 先交给一个直连的12.2 然后由他交往目的地 你没有必要去往目的地的路由 但是你必须得拥有去往 这个里的 要交给那个吓一跳 12.2的路由 这是直连路由吧 理解 原站路由 原站路由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他能够干什么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我家用路由器 我没有防火墙 但是应该也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吧 因为我们家用路由器用的网段是1721610这种私有网络 对吧 互联网不可能直接像家用路由器这个生后发起请求嘛 因为他如果说 像互联网发12.172的互联网没有办法路由嘛 是吧 但你不用担心 有个玩儿叫 原站路由这个玩儿 他可以先抵达里的外部接口 然后再掏出一个私有地址 就打到里面去 就这么个意思 OK 而且 而且请注意我今天讲的所有东西我一个工具都没有用 全部是类置工具 就全部这个路由器天生就拥有的工具 我今天不讲任何 非类置工具 这是OK 这是PIN PIN就说了这么多 OK 这个有时候真的还是 这些细节 特别今天的那种不断跳自己 或者说那个 Timeout的零 设置大小啊设置圆这些东西 还有这些 扩展命令 我觉得 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用的 比如说我说 路径记录有时候在 一些小范围网络里面来探测 还是很有用的 原站路由刚才我也说过了 有时候在一些没有路由的情况下直接要跳稳 要跳到某个地方去 也可以用到它 OK 甚至我给你解释还有个更有意思的 当然我先不演示了 Tristroot 对吧 你不是说Tristroot 只能够是 只能够是单向吗 也可以双向 怎么双向 我给你比划一下 Tristroot 我看啊 这个视频应该能比划得出来 我Trist哪呢 Trist我自己可不可以 我先把路由啊 这个这个得把自己路由搞定啊 我还是把路由 Tristroot 我先确认一下 我们去的从2020 100点 23点3 我们先点进点啊 Tristroot 我吹是自己 有些人说得疯了吗 自己吹是自己 看好啊 吹是自己 目的是自己 原当然是自己 然后呢 这个是 直显示数字 就是不做D应该是解析 对了 不做D应该是解析 超时 超时是少点 探针 一个 TTL 一开始 到 没有这么多 9 放过号 好看好看好 宽松原站路由 你先得去2020 100点 23点3 先去23点3 然后再回来 看看好不好使 看一下啊 我这是debug了吗 你可以看一下 先是应该是 宽松原站路由 这是第1跳吧 12点2 第2跳 抵达目的地 然后又往回反 然后 反回回来 搞不搞定 双向 扶扶进 这个玩靠谱 这个玩 远了啊 这个不像 那个 那个入境记录只有9跳 这个没有什么限制 你看啊 宽松原站路由先到目的地 然后再往回倒 自己催着自己 去往远端然后再往回倒这个 这个招数 啊 了解一下 这是我们的 Ping 好下面再玩一个 当然这不是录入器的这是我们个人电脑的这个有时候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他不知道这个这种简单的拍摄工具 其实有时候能不能上网 现在我都不用Ping 因为 就算Ping通了也不等于能上网 好 在随便啊 有些人认为能不能上网 就是Ping 请罪你Ping通了也不等于你能上网 基本上我要确定这个设备能不能上网 主要通过nslookup 如果说我能够解析得了一些互联网地址 特别是如果说我能够解析到一些互联网地址 几乎就算是能上网 所以说首先要了解nslookup 应该是一个你判断能不能上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 OK当然了你可以看一下1716666.2这种公司类部的 可能再还不能说明我能不能上网 这个时候呢好 你我能不能够手工切服务器吗 当然可以 比如说我们Sover1.1.1.1 我们切一下 帅啊 万点万点万点万 哇这个域名好帅 看到没有 这个域名好帅 那看如果说你这样你3w.cisco.co OK 如果说这个人解析得了那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应该你的你的网络链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有 有什么上网行为管理防火墙他们不聊这个事情 但正常的链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是吗 OK 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要判断一个上网能不能够上 那请对我们不聊什么防火墙过滤这种高级的上网行为管理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说他上不了网 他的网络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判断一个网络有没有问题用ping有时候 不是那么有意义 最好用nslookup 然后呢你用server 来指定一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DNS 比如说4个i啊 4个1啊 然后呢如果说你能够解析得了 基本上就能判断 至少从链路角度上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有可能上不了 就是可能是一些防火墙过滤啊 对吧 那种是高级讨论的 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路由级别的吗 哈哈 我们今天讨论路由级别的有没有问题 OK 那这就是没有问题了 OK 好 那这是 nslookup 还没有完 nslookup还没有完 nslookup还有一点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邮件 比如说 做一些邮件的实验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要去做一些特殊的解析 你要知道你正常的输一个这个东西 一个运名其实只是A解析 对吧 很有可能你想去做一些其他类型的解析 因为 DNS有很多类型的解析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最爱用的 比如说我经常排一些邮件的错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setq.mx 我们准备解析邮件记录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解写sq.com的邮件记录 OK 邮件记录 比如说 什么叫邮件记录 就是说 你发邮件什么什么 at sysco.com at sysco.com 这封邮件到底这封邮件 你想过吗 这封邮件到底会交给谁来处理呢 那其实就是 你如果说at sysco.com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个人电脑其实就会解析这个sysco.com 用的mx的邮件记录 然后呢会把他的信息发到这些 设备上去 OK 所以说呢 这个有时候mslookup有可能我们会去 用刚刚看到的server 就要指定一个特定的server OK 还有可能呢我们去set 一些q的类型 比如说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要设一些mx的邮件记录的类型来看一看 到底邮件记录的问题 邮件有没有 邮件记录有没有做好 邮件 记录的印射对不对 这可能也是一个排塑的东西 OK 所以说其实今天还没有讲太多的排塑的东西 但是你首先你的工具要全 OK 其实很多东西都摆在你面前可能你并不是太会用而已 基本上我觉得nslookup这个是这些 好还有一点nslookup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认为比如说你做了一个DNS解析 发现这个印射不正确 然后呢很有可能你就做了一些操作 然后呢这个DNS就正确了 然后正确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你访问网页或者访问他依然 没起作用 但是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注意 DNS 和ARP都有所谓的高速缓存 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呢 虽然说你的服务器那边已经正确了 但是呢你本地的 缓存里面依然印射的 比如DNS的话 就是那个以前的那个域名所印射的一个错的IP地值 ARP的话就是那个IP地值所印射的错的mark地值 虽然说你已经都改对了但是这个 这个缓存是有个有效期的 它依然在有效期以内 你有意思吗 所以说改对了都没有用 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学会如何去清掉 相应的 这些DNS印射 那么这个清掉呢并不是用 NS5卡不清的用IPconfig Froach DNS IPconfig 我瞧错了 IPconfig 对对对 我怎么跑到这儿里边来上来 IPconfig OK 这的话就把你的DNS的印射 清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重新再解析的 就是一个新的DNS 然后这样的话你的网页或者你访问的时候 就这个正确的DNS就没问题了 OK好 路由器呢可能大家了解的比较少 其实路由器 用DNS本身也就比较少 当然我这没有DNS环境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路由器 一般不太用DNS 那我非要给你找点强行的理由 为什么说路由器要DNS呢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你有说我们 NTP同步的时候 一般来说网上的NTP都是一些域名的 那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DNS解析 还有一个 就是特别是我们的VPN 我们的VPN是通过互联网建立的 而且有些VPN是 动态DNS的 OK所以说你两台路由器要互相建立VPN的时候 你需要解析对方的动态DNS 那这个时候呢 路由器也是需要这个域名的东西的 如果说警罪师科你肯定也知道 是默认是 IP domain lookup的 是吧 当然了你也可以把它给关掉 关掉的话那么就不解析DNS了 你见吧 那里敲域名就没有用了 天生是IP domain lookup的 关掉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你不用DNS的话把它关掉是应该的 OK好的 如果说你今天就要用DNS的话那确实还得敲IP domain lookup 然后这是 DNS服务器 好下面的问题可能大家就不一定知道了 就说 同样路由器依然也存在这个映射的问题 就是依然存在这种 特别是我有时候做了一些两台路由器之间的这种 微拼 有可能依然是 那个DNS我已经改好了 开始是错了的 然后呢 后来我改好了 但我发现我路由器始终不会去连接那个我改好的那个正确的这个 域名的IP地址那就是因为还是缓存的问题 OK 所以说 那好那么怎么清掉呢其实你可以通过showhost 来看到你缓存的 印射当然我这没有啊我只给你说一下 showhost 能够看到这个 这个相应的这个印射 你看他会说这个server的相应的这个印射 是什么当然我这没有啊应该是一个域名的相应的地址的印射 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clearhost 清掉 缓存印射 那好这个时候印射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又会重新帮你解写新的 可以解写的意思啊 好 那DNS解写这块咱们也算聊完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功能 可能你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 NSUQCOP有时候来 排除上网故障 然后呢可以通过server 来指 服务器 然后呢可以set queue 就是设置相应的解析类型 也有可能会有用 然后呢还有清掉DNS 还有录入器上的DNS操作 小达能够了解 一定一定要注意 每次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DNS和ARP都有缓存 这么一个奇葩的概念 OK当你重新去把东西做好了啊 然后呢但是发现没有生效 一定要记住 有缓存 要把清掉可能才会理解生效 OK 继续 Tellet Tellet相信大家都会啊 下面咱们要聊聊你可能不太了解的Tellet 当然这个第1个已经讲过了刚才就是自己Tell自己 好 Tell 自己Tell自己 我也说过就是 反复Tell自己来制造流量 OK 然后呢一定要记住Ctrl-Shift-Lew-X退出来 把这个简单再比划一下 Ctrl-Shift-Lew-X退出来 然后修 Session 1 回去 OK 6X 退出来 然后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退出来 好 当然还有一个Ctrl-Shift-Lew-X的 就可能大家现在还用的不太多的八嘴鱼 但是我们的时间台应该有 我看看我现在无线时间台开不开啊 把无线时间台开了 比如说我们无线时间台这个八嘴鱼 可能有些人喜欢 怎么说呢 我明白解说了 哎 好 可能吧 有些人喜欢说 那我 克隆 对吧 克隆 可能有些人喜欢这个东西 那而且而且现在考赏他其实也可以 开多双口的机会 但是呢 可能我不是 你会发现我经常这么玩 好我这个开机了吧 我不太确定啊 SWITCH 560 好像真有人在用 有续阳在用 你看 这个时候 你看啊 我依依就进去 Ctrl Shift 退出来 然后R又进了3650 你会发现我上课经常会这么玩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我们考试的时候 考官绝不允许给他多双口 而且那个时候的破录录器 他 他就零到四 五线 他也开不了那么多 那么多窗口 你有意思吗 就以前的录录录器是老录录器 只有零到四线 只有五个窗口 你能开多少个 所以当年我们那个那个时候考试 就必须得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切 就是你在这儿 比如说继续 3650-2 show sessions 那这个时候就想一切 你会看到现在我上课都这个习惯 我不会多开窗口的 我到现在都是这么 你如果听我的课基本上我都这个习惯 已经习惯成为这样了 OK就是一个 这一个在不用1234567 78 就能不能来切 你知道吗 这就是Ctrl-756X 当然如果你敢进去可以了解一下 其实在Ctrl-756X可以改的 有段时间 有段时间我觉得为了自己方便我改一个Ctrl-Z Ctrl-Z会逃 退了多 但是我改Ctrl-Z 我要给所有学员给解释Ctrl-Z 很多学员都不理解为什么Ctrl-Z 所以后来我就不改了 还是Ctrl-756X大家都懂了 OK 他没有这么简单 Ttrl有你想不到的东西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Ttrl还有干嘛的呢 我可以这么讲有时候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 比如说 我要去 测试一个网页打不打的开 有可能呢 我会用说 哎我们用 游览器 打开 但你也知道 游览器那个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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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烦人 我特别不喜欢那个转转转有事 你知道游览器开一个游览器他要等一会儿然后输入一个域名要等一会儿 我觉得特别接受不了 我喜欢简单直白的你直接tell 比如说我们10点1点1点 这个 你这么一个回车 我的8080是个insight他们的服务器 我先停一下 我把它弄掉这个 这是htp改端口号的 比如说这个htp服务器 那这个时候最经典的就是80 OK 如果说不认证的话你sugget- 就能够打开这个网页当然这个要认证所以说会爆出但是不管这个这个网络引通了 网络是通的 其实只要你看到open其实就没问题了 OK htp是一个雅服务 我经常说的雅服务就是你打理他 他才会打理理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可以用tellet来tell任意端口来确认一下这个端口的可用性 现在是不是好了 其实我不知道我头像放在什么地方 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就说 你要了解一下就说 可能你并不知道 你可以用tellet来tell任意端口来确认这个服务器这个端口的 可用性 你了解吗 比如说你可能以前比如说你要tell http你要用游览器 用ftp 你用ftp软件不需要 你要确认这个是否可达 你直接去tell相应的端口号都能够确定 比如说80是最好确定的 你完全没有用 就说有时候我是不是在工作环境下 一定要搞台PC开个游览器可能有点太麻烦了 OK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用tellet 相应的80端口 直接就能够确定 OK没问题 这个端口是好的 甚至比如说22号端口SSH吧 那你确认他有没有SSH打开 你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没有打开吗 有可能我来一下 OK 你一看一下这就表示这个设备的SSH是没有被打开的 就打开了 看到没有 所以说你通过tellet 立即就可以确认端口号 这个端口这个服务有没有打开 你没有必要去搞个电脑 要去搞一个什么 游览器 搞一个SQL CRT 通过都没有必要 你的tellet相当的无理 你可以用tellet tell任意端口来探测它们 OK 甚至点https都可以 这个也有媒体 看一下 https都没问题 https都没问题 只要open就表示它打开了的 可以见吗 甚至还有更强悍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甚至还有更强悍的 比如说 甚至可以tell 一个 一个邮件服务器的25号端口 我这个确实tell不了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这应该可以tell 看到了吗 你可以直接tell它的25号端口你看它有响应的啊 我看这个hello好不好 这应该是裹AAC了 这个我应该是公司内部AAC的问题 就说 你可以我给你解释一下 以前我是拿 Ledcat 其实当然也跟tell的差不多 你可以看一下 你tell一个25号端口甚至你可以去输一些 SMTP的命令 来通过认证 然后呢 给谁发邮件 发现人是谁 然后呢发现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通过命令行你都可以去发邮件 你有意思吗 你直接拿tell就可以搞定 你不再需要任何工具 你就有一个很强的工具 tell就可以搞定他们了 OK 所以呢 tell你还要经常会用的东西 你用tell来探测装口号的 可访问信 对吧 直接就拿就可以当扫外工具了 直接探测 服务开没开 服务开没开 你没有用游览器 游览器有事 一开又是百度了 又怎么广告了呀 你烦不烦 对吧 简 简单利落税 最简单的就是tell 直接tell 立马就搞定 啊 不要开那么游览器 费了大劲 OK 好 这个说完之后呢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 TraceRoot TraceRoot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 但是有时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些可以调整的选项 了解一下调整选项 正常推出的如果说简单直白的话就是TraceRoot10.1.1.1 这应该就是比较 简单直白的Trace 但这个有一个问题 这个Ctrl Shift6也能推出来 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不保证所有的设备Ctrl Shift6都推得出来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CXR CXR就推不出来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就拉Ctrl Shift 又又又又挡住了 这真是奇怪 就说正常的 正常的TraceRoot就是这样 但是呢其实 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可以 用 Ctrl Shift6 退出来 当然了 这个 这个路由器是可以的 并不是所有设备都可以 他就如果说不可以的话就惨了 他应该是有三十几条 他莫得有三十几条 就直到他超时 整个 10分钟都是 很有可能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解一下TraceRoot的基本的一些选项 能够把你的TraceRoot的效率提的更高 而且一般来说TraceRoot的这个数率都很慢 因为 一般情况下 这可能敲了NSROOF 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 这个网络设备应该都激活了NSROOF NSROOF就会一般来说就会更慢一些 因为他其实会默认去帮你去解析这个IP例子的运移是什么 OK 首先他解析又会比较慢 而且 他每次测试三次 也会比较慢 而且 有些路由器他很有可能的Ctrl Shift6停不掉 他一直要如果说不通的话一直给你吹三十六个 十多分钟也都过去了 所以有时候像我这种性质的话也接受不了这个 往往呢我会给一些 额外的选项 一般来说我觉得 数字的 就是不要做LNS解析我讨厌LNS 然后呢 探针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 perhop 那就探针一个就是不要测三次 然后呢 超时时间你可以调小一点 一秒 然后TTL呢 你可能大概也应该能够预判自己未来 大概要 比如说在一个Lab环境下 比如说你在做一个Lab实验的话 基本上你能够预判这个TTL大概是多少 比如说那是1到9 你觉不觉得这个速度快了很多 感受一下我调优了之后的效果 和不调优的感受一下 这现在没有党了 没有党了吧现在 OK 好 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 有时候 基本上PIN的TL的我们基本上不怎么调优 但是吹速度的一般我都要调一下优 因为 这个确实是效率差距很大 我建议大家这个是一定要敲的 因为 不要做DNS解析 然后探针呢一般来说 我们不就是想看一下 这个这个东西吗 可能我们对这个延时 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要测三次 就测一次 超时呢也稍微调小点 然后呢这个 就也调比如1到9 为什么调1到9 因为如果说有时候真的还退不出来啊 突出来就真的30多个给吹速完了 那很费时间的 就算是调优了也要花点时间 所以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OK 好这是吹速度的 这调优咱们聊一聊 好你看这个正常有些情况下 Ctrl7-6就终止不了 就这么一直吹速下去 OK好这个优化的东西刚才也说了 不知道应该是解析 一次探针 然后超时疫苗 然后TTL多少 好下面再聊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跟 可能一些防火墙有关系 或者说我们考试有关系 就是 可能有些人 如果说你要了解吹速度的 完整的工作人员 你可以看一下我TZTIP的课 吹速度在这端口号是多少 就先 所以要不要了解吹速度是什么样的流量 因为这个可能会 比如说有时候你过不了防火墙 那为什么过不了 可能你要了解 因为你排错了 有时候了解这个本身是什么样的协议 我首先要给你解释一下 思科的 trace root 和微软的 trace root 两个东西 名字不一样 东西也不一样 有些人说感觉很像 那是你感觉 其实这两个东西 本质原理是不一样的 首先协议就不一样 思科的trace root 是UDP 端口号是 大于等于 33434 请注意我用了一个大于等于 我可没有说等于 是大于等于 334 30的口号 如果说 去是UDP 大于33434 比如说在去的这个方向上 你得放行UDP大于33434的流量 还要记住 回来的时候 反方向要放什么 反方向要放 SNP 的流量 因为它回来的是SNP的不可打 OK 所以你谁要了解 你能够 推出为什么能够过这个设备 为什么能够过这个设备 是因为 你去的方向上 你放行了UDP大于33434的流量 回来的方向 你放行了SNP 如果说用微软的 Tracer 你只用放SNP就可以了 你去放SNP 回来放SNP 就可以了 可以理解 微软的Tracer完全用了SNP 但是 这个思科的Trace root 是最经典的 Ninux列号路的Trace root 是去的是UDP的高端口 大于等于33434 当然这东西可以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在催促的扩展命令里面去改 OK 好 那 那 我给你解释一下 可能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 其实 其实我记得好像很多人也问这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 会遇到互联网上一些情况 说 说有些就 新 但是突然一下 87通了 甚至有些 就是 前面通了四五个 中间五六个星 然后后面七八个又通了 有些人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有些人问过我这个问题 今天我将他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个有可能是前面几个通 中间 几个星 不在了 然后 又有了 又开始 又开始 这张催促一些 又又出现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简单给解释一下 我来给你 我看能画图吗 这个玩 这个可能不能画图吧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 我全品也不行 不能全品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第一个为什么通 因为你放了33 我给你做一个这个效果 我先把这个效果做出来 今天我的故意设计 在你们看不到的一个窗口 我把这个效果做出来啊 这是故意不给你们看到的啊 这是做好的 我们来看看 我的 我的 确实没有没有没有做 没有做好 没有做好 我要重新做一下 回复 等 我 说 我 睡了 自己 睡不觉 睡了 我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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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帽子 等会我这个我这个写的还是有错 稍等稍等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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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看 哎,怎么抄了吗 你看,就这个效果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这么一个效果 是这么回事啊,给你解释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了,装靠的多少 是33434,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跳明显就是33434催出出来的 这是35 35 这是34和35 然后那里可以看一下我的错误 前面两个呢,其实没有过防火墙的,这是防火墙的事啊 第一跳是34 第二跳是35 OK 这两个没有过防火墙,没有问题,防火墙有过滤 防火墙肯定有过滤 然后呢,36就死了 37死了,38死了,39死了 40也死了 41趴气一下过了 OK,当口号的问题 就是你首先这是333是吗 没过防火墙,肯定没有人管的,肯定通了 然后呢35到这儿 然后呢,在过防火墙的时候出问题了 36 37 38 39 40 41过了 你看一下防火墙是怎么样的 放了 放了 这个 就是 大于40的 放过 41过了吧 大于40的被放过 大于40的被放过 所以说41就过了 OK 这几个是 小于或等于40的就被挂了 听见 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这种 这种一部分催事 催事 挂掉,然后有一部分催事就过去的 可能性 有可能就是你中间过了一个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过滤了个别的这些高端口 可能是因为安全的原因 他把这些个别的高端口给你灭掉了 可以理解 有可能他生活在躲着一个什么东西 他这个 干掉了 那么这几个端口就催事不了 后面额外的他就能继续过 可以理解 这么一个原因造成呢 大于 那比如说41这就是41 然后这就完蛋了 OK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个东西 顺便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 这个时候应该登场可以Twits吧 你不觉得我的Twits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吗 你不觉得这个ASA 没有出现在路径中吗 你看呀 看到12.2 你看到23.3 居然一切要到目的地 ASA没有算数 好我顺便再给你解释一下 你在工作中遇到这个问题也很正常 很多防火墙 很有可能就不会出现在 不会出现在这个 这个吹速度里面 那有些人说 他怎么 怎么能够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这其实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考虑 那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正常的网络设备 只要穿越这个网络设备 这个TTO 都会被减一 但是 很多防火墙 为了在吹速度里面 隐藏他自己 他们很有可能 过网络设备 防火墙这种网络设备 他底层做了一些修改 他不减一 在这边啊 很有可能 有些防火墙他不出现在吹速度里面 为什么 因为防火墙他的底层做了特殊的处理 他穿越防火墙的时候 他 TTO不减一 只要TTO不减一 吹速度 就视为他是透明的 就看不到他 OK 所以顺便了解一下 今天 我们 因为这个 其实有时候排错就要了解这些奇葩的现象是怎么出现的 OK 你就能知道这个可能 是错误呢 可能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啊 这种不出现有可能防火墙他就不减一 他就会在这个整个吹速度里面 透明 还有呢 他个别情况下会出现这种 出新的情况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有可能 类几个端口号 会被防火墙干掉了 34 35 36 37 38 39 40 然后41 帕西过 又倒过了 这没办法 OK 好 那这就是随速的 基本上也给大家 讲的差不多了 那我觉得随速的我讲了 调优 调优 调优是一个还记得这个原站路由的税数的吗 去还回反两项 税数的那个啊也挺好玩的 然后console 76停止然后调优 然后呢端口号 然后呢 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还有讲了这个防火墙有可能为什么会出现不了的一个问题 对不可 好这个 差不多了 OK我们 休息10分钟 歇10分钟 然后回来我们继续讲 OK 我们稍微歇一会儿 当然你们在 直播间里面也可以问点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也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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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